床一樣 梯形點 斜斜的 然後左邊長 右邊短 但是接的地方要從前端這 不是從最末端 這裡寫一個很厚很厚的短 下筆不離點 拉動一下 過來以後 稍微歪過來 這一片彈起來 彈起來是會寫這個撇 那稍微降低以後 記得要趕快鋪開 在很短的距離就要鋪開 然後送出床 第一個短就斜的有點誇張 第二就稍微正常一點 第三就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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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細 這不是筆順喔 在講解的時候突然覺得 這樣好像比較好講 好 拉長 鼠話有點糊塗 歪過來一點點 抬高一點勾 然後他們第一個斜的很上去 第二個會比較平 不知道誰發明的 折 降低喔 點 點 這兩點靠得很近 這裡他們要先折一下 然後再撇下來 然後橫幅很細 伸到外面去折 馬上收進來 他馬上的動作做得非常的乾脆 好 起鼻 他因為這樣寫所以他字才會緊湊 斜到這邊來 這邊是勾上去的 靜 綠 綠滴的短束 哎呀 敲上去 準備敲這麼 有時候 斜滷工錢 總有一天手會扭到 注意看這坑 靠得好近喔 這支畫 歪的耶 斜的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降得好低 然後稍微皮一下 弧度還蠻大 但是又好短 然後從這個縫隙一面去寫這個填 填很斜喔 就講過 它的填折進來都很... 哇 這兩個在一起斜啊 不要只斜一邊喔 斜一邊字就外掉了 那就沒救了 這也是斜上去的 然後點向左邊 拉動一下 戴起來 然後這個第二 從這個接接接接接 這深的筆絲稍微開一點 因為它要把那個絲給盛載起來嘛 挑上去 然後點直一點 它的點 中間點都很直 然後這個挑上去 目的是為了點這個點 然後拉動一下 變成有點類似梯形的感覺 綠 字 字 字也是 上筆不離一點 然後平過去 然後這比較圓近 而且它寫的比較厚實 這裡這比較細的 然後這個寬寬的折過來 然後又來了 往上翹 又來了 往上翹 然後這個從下面這裡接出去 有沒有碰到 沒有 沒有就不能碰到 字 得 得 上面短 下面長 一定要送到底 不要中間虛掉 尤其它後面這種纖細的地方 絕對要送到底 虛的就完蛋了 力量要送到 就是筆毛彈性要送到 好 這個得啊 寫的下面是約的感覺 很扁 每一個蘇瓦家不會有寫的長 寫的扁 這個比較很瘦長 後面拉得很開 然後稍微一點小骨結 倒是這裡又開始來了 比較厚實 直的 再歪過來 流空前不衝的外到尾 前面起筆動作完以後是直的 好 這個偏高 再點它 一個類似T型的點 得 跪 跪的話很扁 好 像說 扁扁的折 收進來 上面按下去以後 欸 有點弧度啊 都不是想像中的直線 跪的話拉長拉長拉長 後面慢慢交出 停一下產生骨頭 然後背內有點鼓起來 顏真輕的影響 背內有點鼓起來 右邊還是比較低 斜上去 控制一下它的間隔距離 左邊伸長長 右邊稍微碰到一點點 然後撇從這裡 稍微 漆皮稍微穿越那個橫化 底人從這個縫隙點下來 拉得比較低 把字給壓下來 跪 沉 沉這個弧度也未免太過 彎曲的 好 稍微下降一點 斜上去 然後碰到 滑下來 好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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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 用力折 馬上鎖進來 然後細到出 出去一點 下筆不力一點 再撇過來 撇太簡單 然後這個細細細慢慢加出 那橫化這兩個筆化差不多 沉 好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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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